大家好,我是杨波,我是手工肝炎掌底染血鞋第五代传承人。 手工这些工艺不仅是记忆的传承,也是一种对民族文化的传播。 手工鞋是用布、皮革等原材料,通过复杂的工序制作成皮底布面、皮底皮面等种类的鞋。 我国这些工艺历史非常悠久,新疆自古以来受中原文化的影响,加上我们新疆盛产皮革的优势,这些工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。 在我们乌鲁木齐流传的手工鞋制作记忆是从山西、陕西、随军铜、明铜穿入我们新疆的。 制作的历史已经有了150年。 制作一双手工鞋需要将近五个小时才能完成。 首先在鞋线上画出鞋样, 选帮、选底、温帮、刻帮、定底托、背轩、奔帮、翻帮、底部上轩、 分拉过线、修边、成型等。 制作工序多达40多道,每个细节都很重要。 一张真皮的材料,它如何割皮,哪一块皮料用在吸的哪个地方,如何裁剪一张皮料才能更加节省。 怎样按照这个皮子的纹路方向,裁剪做出的鞋子更加漂亮。 这毕竟考验着我们手工艺人的记忆,也需要我们精心构思, 还有需要我们这个手工艺人的极大的耐心和体力。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,我当时十四岁,为了讨生活,我的父亲就让我拜了第四代传承人马明华维斯, 当时我师父在乌鲁起,清江,那是很有名气的人。 手工艺需要耐得住寂寞,忍受得住煎熬。 我从最初的拉底皮开始,到冲底,拉槽,奔帮,上线到内翻, 就这样跟着师父一步步的学着手艺。 在这个期间,挨了不少师父的打麻和板子。 师父是按他当时的那个标准来要求我们的。 他讲每道工序所自讲一遍,他坚决不给我们讲第二遍。 当时因为我的年龄小,早上六点钟就起床了,就为了练回师父讲的这个工序。 在冬天的时候,做的时候呢,手都伸不出来,手都冻肿了。 嗯,甚至最严重的时候呢,有一次是我的大拇指头,都擦两臂削掉。 正是出事后我的第一双鞋,是做给我父亲的。 因为是我父亲给我指了这条路。 从我做出第一双肝炎掌底软靴鞋算起, 我已经做了这个鞋三十多年了。 但是我到现在还特别喜欢做我的这个手工鞋。 我觉得我做出来的鞋啊,每一双都有它的故事和它的灵魂。 肝炎掌底软靴鞋呢,是一种古老的传统手工技,做鞋用的这些工具都很古老。 我现在用的,我现在用的木柄,锅子,顶针,钳子,像这些生了锈的这些老工具呢,都是我师父留下来的。 虽然师父去世了很多年了,但是师父这些工具一直都在陪伴着我,我每次在做鞋的时候都用着它们。 每次用完后,我都小心翼翼的收好。 牛船在新疆的手工鞋主要有,拉带,圆口鞋,方口鞋,大小舌头式鞋,脱风单绵鞋,牛芡笔鞋,松紧鞋等各种款式。 我们的鞋子,选用的底皮是我们新疆伊犁的旱牛皮,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黄牛皮。 这个黄牛皮呢,特性呢,就是说这个油性大,软,柔软。 我们的鞋子呢,选掉面皮呢,用的是我们新疆的这个皮子,一级,一级牛皮。 那下呢,它这个延展性,柔软性很好,所以说我们这个鞋子呢,绵软,干燥,轻巧,透气。 目前呢,现在这鞋呢,就我一个人在做,也没有在市场上流通,也没有拿出去卖。 现在就是懂我手艺的人和老顾客们,还有懂这个鞋功效的人,他们从全国各地到我这来定制。 有的呢,是自己穿,有的人呢,是收藏掉了。 鞋馆良好以后,我就会根据顾客的脚型和尺寸,大小进行打样。 画出图案,划纹,再按照样板在皮子上进行切割。 切皮子的时候呢,也不能完全照着尺寸标准去剪切。 就要在脚的两侧,留出两至三厘米的宽度。 这样呢,穿上鞋以后呢,脚在鞋里有富裕的活动空间。 穿上以后呢,就非常的舒服。 以前做学是为了毛生,现在虽然生活好了,但是我还在继续坚持着,坚守着。 我儿子现在上大学呢,寒暑假回来的时候,我也在教他。 我是按照我师父的标准,严格的要求他。 第一道程序学不会,我是绝对不会教第二道程序的。 这也许是一种事成吧。 我想把这门手艺传承下去。 没想到前面。 我们上台台的疏忽业往下月。 在弃端以后,弃端餐了?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